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力愿擂台后大就来 各位广角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每个礼拜三会给大家播出的广角的角力擂台节目 我是擂台主李永平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力愿擂台的这位来宾 是在台湾可以说知名度相当高 可是他的知名度是因为很惊奇的惊奇度所带来的 因为这位委员非常的年轻 牛许婷 牛委员 国民党的新科委员 先郑重的给大家看一下 他又帅又年轻 没有错 他今年才33岁 那他的封工委业是什么呢 他在桃园在大家不敢相信的这个选区 他当时击败的立法委员跟他参选的对手呢 是曾经视为民进党桃园市长的接班人 而且是一位资深的立法委员 郑运鹏 这郑运鹏怎么资深呢 郑运鹏跟我同届在做立委 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如何的资深了 那现在郑运鹏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帅的儿子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用他的本名都以他的儿子 德德的爸爸出生 那他儿子超级帅超级帅超级帅 但是我们牛委员也跟他好友一拼 不过大家如果要知道郑运鹏的儿子是 为什么在台湾引发热情的话呢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看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再来评论 那这个是歪楼了 不过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当牛许亭跟郑运鹏对打的时候 可以说一个呢 我们在擂台场上呢 一个是重量级的 一个是轻量级的 那重量级的跟轻量级的对打呢 没有想到轻量级的呢 越级挑战一举呢 把桃园市长候选人民进党的 差现在的国民党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呢 票数差的不多 然后刚刚选过市长 重新回来选立委 而且得到民进党的府院党 所有资源的贯注 因为他的这个老板 前任的他要去接班的 那个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呢 已经高升到民进党政府担任 了行政院副院长 贯注了所有的资源 铺天盖地去打 现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 牛许霆 结果 许霆 你赢了郑运鹏多少票 我们赢了一万三千多票 不得了 一万三千多票 你总共得了十一万十一万六千票 各位牛许霆在参加这个立委选举之前 他是以五党籍的身份呢 参选议员 他第一届以五党籍的身份参选议员 当选议员的时候呢 他才28岁 而那个时刻你在那个选区 因为是很多人一起选嘛 所以你其实在你的小小的议员选区 不是整个桃园你拿了一万多票 一万一千五 虽然我们这样子讲这种票数 很不应该啦 因为选区也不同 大小也不同 然后复数选区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一万多票的议员 而且只连任一次 你是等于在第二任连任 刚做完一年 你是算国民党征召吗 还是你是经过初选被提名的 初选 我们有初选 你有真正的初选 初选是比民调的 对比民调 所以牛许霆呢 在当了第二届连任议员 五党籍之后呢 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 这个渊源呢 我们在下一段的时间 我们再仔细跟大家说明 但是牛许霆的令人惊奇 令人意外 就是他原来一个不是相当资深的议员 可以说在他一战成名之前呢 全台湾很少人知道是谁 相对呢 每个人都知道郑运鹏 结果轻量级的打败 重量级的委员 而且赢他一万多票 牛许霆了不起 你可不可以 简单跟大家讲 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因为你比较年轻 我觉得关键还是 在站在人民这一边嘛 就是我们去谈这个民主选举的时候 当然就是以民意为最优先嘛 那郑运鹏委员他当然有一定的构资深 然后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某些层面他口条什么也非常好的 他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候选人 但是过去以来他在我们桃园第一选区 比较疏于地方经营吧 所以说跟地方的这个距离是远的 那相对来讲第一选区的进步 有是有 但跟他直接相关的题目也不太多 所以这个是他的弱点嘛 那虽然说量级有差 但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在这个选区做经营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地方的脉动 也知道这个地方人民的期待 所以我们公敌必就嘛 就是说专挑地方议题跟他决战 发挥我们的优势啦 所以年轻的牛委员 你讲的事情 蛮令台湾如果说选举资深的人 我觉得可能会很意外 因为台湾一直有一种观念或逻辑 就是说老派的老辈的这个民意代表呢 他都是靠要经营地方 他不太会打空战 可是郑运鹏不是喔 郑运鹏是一个很会打空战的民意代表 对因为他当年在民进党的战功啊 就是说他用这个 当时的民进党的文宣部主任 用再怎么野蛮这样的标题呢 去痛击当时掌控国会多数的国民党 结果呢国民党就被郑运鹏的这个一个标题 口号就打垮了 所以郑运鹏不能小看他 他是有战功的 可是他是很会打空战的 问题是牛许廷委员 你在议员期间 大家对你的印象是认为你非常会打空战啊 可是没想到你这次跟他对决 你是空战地方议题地面战 然后整个把它翻掉 所以你的年轻的优势 你空战没有放弃 可是你也没有放弃地方的经历 就是说空战其实是形象跟宣传嘛 第一个我们自己在地方议员的期间 原则都有守住嘛 就是政治人物要干干净净的 然后要认真的帮地方争取建设 要做一些事情 在短短的议员的任内也算非常有成绩 那在议题的表态跟各式各样的做法 原则上也四平八稳 这是在空战的部分 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当然进到中央等级的选举 大家就要去谈这个中央等级的议题嘛 当然民进党这段时间 我想内政做的乱七八糟 大概是有目共睹啦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从 57%压倒性的 获胜的中农大选的得票率 那种沦落到现在只有40%不到 所以说这个在题目议题上面 我们算非常熟练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地方的经营方面 我们满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去跟基层的人民做沟通 这一点是郑明彭委員比较不习惯的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当初最早的时候 陶淵一选区其实是陈庚德委员 那个才是真正在地方长期经营 然后有非常绵密的这种人脉 跟基层实力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国民党的陈庚德委员有权力支持你 当然支持我们啦 是这样 那郑明彭当初也就是因为 过去陈庚德委员经营的算蛮好的 所以当初民进党会认为陶淵一选区 是他的艰困选区 所以才有郑明彭用空降之支要跟他对决 可是那时候时代氛围跟社会氛围 其实对民进党是压倒性有利的 所以某一些层面他那时候当选 也被地方认为是暴冷门 但他没有因为说他当选 然后就选择说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经营 他走他自己的路啦 用郑明彭委员自己的方式在经营选区 那当然跟过去地方人民对于民意代表的期待是有落差的 那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希望在这两种 这个陈庚德委员是标准路战型的选将 这一种是空战型的选将 但我认为要把陶淵一选区经营好的关键是空路而并进 所以我们要努力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说在议题方面你要有自己的主张 你的形象建构要非常的完整 但相对来讲你跟地方的连结程度 黏着程度 你被对地方做的事情也要事实的彰显 那我们现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方式 是大家今天看到牛许庭委员本人 因为我们也在我们的网路社群做了一个投票 他是获选第一名大家最想看到的新科立委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他请来 大家光听他侃侃而谈 就知道说他虽然年轻 但是他想法非常的全面 而且很成熟 而且更关键的是 他会破除你对国民党很多原本的坏印象 譬如说不搞的地方绑装 不是喝酒应酬的 虽然重视做地方服务 可是他是靠这个议题 跟关心人民的这个权益 然后得到认同 然后又不是随便的打高空 更不像民进党后来被人认为非常的傲慢 可是牛旭亭委员的这一席的胜利 意义不在他个人 他的胜利等于让不是传统型的地方 国民党的年轻人 第一个觉得这样我也有出头天 因为他的选举经费花的很少 他是那种不用不需要用很多钱来选举的 这个第一点 我觉得给年轻人很振奋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当选完成了 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任务了以后呢 让桃园变成是一个非常惊人 全雷打 国民党的所有席次在桃园 全部都拿到的地方 那本来这件事情呢 本来桃园就是属于国民党的 相对传统认为国民党的铁票区 可是后来莫名其妙就生锈了 不但生锈了 还变成被郑文燦拿去以后 支持的稳稳的 连这个立委都一席一席的陷落 那所以牛许廷委员的当选 对于张善政市长未来的连任 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 甚至呢对于整个北台湾的板块 到底是蓝绿的争夺也很重要 好那蓝绿的消长有什么样的关键呢 其实现在在台湾 大家已经知道了 已经变成是以后 有没有这个生命有没有保障 未来会不会安全 甚至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 那这一点我觉得 牛许廷委员也非常的不错 你也没有逃避这个问题 你勇敢的进入了内政委员会 因为我们内政委员会啊 就是要处理两岸关系的 那两岸关系的论述 在国民党内呢 其实年轻世代跟老辈呢 一直有激烈的讨论交锋 甚至有一批年轻人 大概您这样的年纪 有一度出来想要主张说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九二共识 觉得九二共识是我们好沉重的包袱 但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同步去反映在 包含马英九这次去大陆访问 一般都觉得传统的想法都觉得 马英九很成功 他成功的降低了两岸 不断上升的敌意螺旋 然后习近平又释放出来了相当善意的言论 然后对和平又做了重申的保证 所以一下子好像台湾那个紧张的情势便放缓了 可是同步这个时候 民进党仍然完全不理会任何这个事情的发展 牛委员感受一定也很深刻 这几天民进党正在公布他的内阁名单 至少在国安军事国防甚至是陆委会 都是蛮强硬的独派人士 甚至以前有战狼之称的人 掌控他的这个团队 那马英九在中国大陆的努力 甚至跟习近平的二次会面 那对于你们年轻世代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对于如果放弃了九二共识 两岸的基本可以讨论和平问题的政治基础 一旦垮掉了 那几乎就没有路走了 那万一兵容相向 那你这么年轻你也很可能 还是要重新被征召去战场的 这些感同身受的问题 你们怎么想的呢 那现在觉得怎么样 那国民党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 让年轻人支持的新的 让大家觉得血脉喷张的论述 可是又不必 把九二共识的这个政治基础放弃 从台湾务实的选举的基础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时间点 谈两岸关系对国民党来说是比较劣势的 就是说我个人是给这一趟厨房蛮高的评价 因为我是讲他有守住派的立场 那有讲出九二共识的精神 基本上是我认为是四平八文的 那九二共识有他的绝对的价值的原因 是因为九二共识带来的后续的影响 跟他的功能性 那个是目前为止 没有说法可以替代 九二共识最大的用意 不是用词本身的意涵的诠释 而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套说法 大家可以各自争议 然后针对各式各样事务性的东西 经贸性的东西 有一些合作的空间跟机会 那当然一度开创了很好的荣景 执政的时候 那是一个不错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发现 民进党一直以来 透过抹红的方式 透过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 这样的方式 其实他没有停过的 从陈水扁 甚至更以前 从他们起家开始 他就一路以这样子的路线 凝聚他们这样子一个支持者 可是为什么在马执政那几任的时候 好像这个东西没有用 对不对 然后到了最近 好像又有用了 我觉得这个反映一个 国际大的趋势的变动 就台湾的 还有两岸关系 其实不能跟国际趋势 不够 国际趋势 你看我们把时间的格局 再放大的时候 在更早以前 对不对 在冷战时代 反共抗恶 杀猪八毛 对不对 这些历史名字 可是那时候是 那是个不一样的时代 即便是国民党执政 跟共产党是对立 甚至真正的兵戎相见 823炮战以及等等 后来这件事情 慢慢随着时代 跟国际秩序的改变 它慢慢消融 为什么 因为世界进入全球化的时代 在全球化的时代 大家可以谈和平 谈合作 闲学 所以任何这个有助于 大家对话的工具 这个价值非常高 有被彰显出来 可是最近这几年 大概从2016年开始 民进党 为什么可以在台湾重返执政 某一些层面也反映了全球化这样的世界秩序 受到很大的挑战 你看也英国都不愿意加入欧盟 对不对 美国都选出川普了 对不对 表示大家对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 很有意见 那很有意见的时候 有一点点开倒车 这几年 我们现在讲说 就此没有全球化的机会 或全世界不合作 言之上早 可是这一段时间 这个短期 大概从16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 世界的趋势 大家好像 彼此之间戒心是很强的 不像当初 8年前 8年前 10年前 大家因为全世界一起合作 四海一家这样子的精神是 显学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 彼此的防备心 防卫意识是很高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民进党抗中法就显得很有说服力 这是一个客观 面对着实际上民意变化的时候 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 所以一度有很多人 相对年轻人讲 不要久而共识 但是我常常在讲反思的是 如果你不要久而共识 那你的论述是什么 难道国民党要就此放弃 也许全世界总有一天还是会回到 四海一家 大家要合作的时候 你要放弃成为可以引领台湾 跟全世界合作 跟中国大陆合作 先行者的角色 你要放弃吗 你要跟民进党一模一样吗 你的市场区隔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讨论的题目 那牛委员更不止如此 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真的很透彻 也很到位 就是说全球趋势呢 因为反全球化了以后 你刚才讲得很好 防卫意识增强 他现在的防卫意识不只增强 战争就真的爆发了 他就是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那你战争呢 战争一旦爆发 你说俄乌 当时大家看到了很错愕 那可是你以为只开第一个例子吗 不是的 他就骨牌就倒了 对不对 然后以哈一旦爆战争 像伊朗到底接下来怎么样 伊朗现在还在克制 可是会不会整个中东的部分又全面 那如果一个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不解决 而本来我们跟中国大陆能谈 如果还和平 还有旺的政治基础叫做九二共识 如果连这个也放弃了 那年轻人 年轻辈 我们未来面对的问题就大了 你们愿意兵容相向吗 你们这样的优秀的 头脑优秀的人 大家要好像萝卜 白菜一样一个一个往战场上去送死吗 这就是大家觉得很可怕很不值得的 所以即便大家对九二共识提出挑战 我都不认为在有新的论述产生之前 你应该放弃这件事 即便主张这件事情在选举的时候 好像背了一些包袱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跟对岸 用对话的方式来促进和平 这条路线只要没有变的时候 我认为眼下你没有什么好挑剔九二共识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你顾且讲它是外交次令也好 但它事实上它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做下来谈判的一个好用的工具 也是因为现在的全世界又有乌俄战争余前 中东的局势紧张余后 显得这一趟出场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两岸的局势能够稍微和缓下来 那不是只是两岸的事 那对于全世界的秩序来说 大家都会乐见说 我们大家都对全球化产生了若干的怀疑 但是也不代表大家想要战争 但大家如果防卫一直很强 然后又没有一个 没有人让这个局势冷静下来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会爆发 下一次的冷战也好 甚至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也都在边走边看 现在我觉得是在一个 大家也在摸索 那个现在的秩序是什么 那这现在的秩序是什么 马上这一趟是 我们还有一股声音 说我们应该要冷静下来 甚至要重新思考一下 是不是四海一家的概念 那个秩序 其实还是蛮好的 我个人是蛮希望 世界回到全球化的秩序 但是眼下 这我们当然不能因为 这个一个人的想像 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本事 去改变全世界大家的一个想法 但是 我认为马上这一趟还是 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国民党困难的地方就在于 就是说 我们毕竟不是政党 所以我现在 要观察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賴清德上任之后 新内阁 对于这件事情 对于 他组长 这个政权之后的两岸关系 他打算走哪一条路 我觉得要观察一段时间 这一次 马英九这一行回来之后 帮他安排整个行程的关键人物 我相信你也认得的 他的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肖旭成 他来参加我们这个广角论坛 在上个周末 就4月13号那天办了一个论坛 他当天讲话讲得很直接 他批评了国民党 他认为国民党对马英九这一趟 他们的出访不够支持 那当然后来这个朱立伦 也有解释 这边就有解释 也有表态了 那说法也跟 他没有你讲的这么 我觉得用的语言这么的国际化 跟大家可以连结 可是他也再次的重申 他跟你的立场是一样的 不会放弃九二共识 也不会放弃这个和平对话的交流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 肖旭成更批评的是 你未来要面对的 在内政委员会主要的对手陆委会 他严厉的批评陆委会 我也很吃惊陆委会会这样子的反应 就是说因为马英九这次去 他其实除了九二共识以外 他没有谈两岸一家亲 本来大家觉得说这是一种态度的部分 也是柯文哲比较喜欢讲的 马英九把他转去做了 炎黄子孙跟中华民族人认同 文化他就是比较泛文化的论述 那炎黄子孙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很难否认 因为实在华人全世界 你不管住在哪一个国家 你都是觉得我们就是炎黄子孙 结果我们的陆委会说 这个炎黄子孙是神话 是属于中国古老的传说 所以肖旭成就非常的生气 打击这一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就有意思了 就说也许国民党跟民进党 你可以在认不认同九二共识 这里做市场区隔 可是现在民进党 我不知道赖清德真正上台以后 会怎么样 可是现在的陆委会 就是在交接期间 其实看起来赖清德已经逐步在掌权的期间的陆委会 竟然连炎黄子孙 连中华民族的认同 所有这些血脉性 他要全部推倒 那这样子以后的问题 就变成是民进党的了 那你就要好好来跟我们解释说 我们这些人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 我们流的血到底是怎样 对不对 祖先在哪里 你觉得这样的互动 是不是某种程度 也变成是国民党的机会又来了呢 我觉得他是不是国民党的机会 还是要端看这几年国际局势的走向 如果国际局势希望大家在经过了 2016到这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 发现我们终究要回到合作的道路上的时候 那国民党的机会就非常好 那即便是我们大胆的主张要交流 要建立紧密的关系 我认为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但如果这个冲突的格局啊 继续存在的时候 那我们的阻力会比较大 这是我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 谈两岸这件事情 因为到了这个选举民主就是这样 就是人民的观感 人民的 有些时候你可以讲他是理性的 你可以讲他是不理性的 那个当下的氛围啊 很有可能会主宰选票的流向 我们在这几次的中央大选 就功败垂成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样子的因素的影响 但是对和平的渴望 以及对战争的恐惧 还是有帮助到立法委员呢 是的 所以说就是微妙的变化 你如果讲说16年到现在 16年的那场选举 2020的那场选举 跟2024的这场选举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2020因为有反送中事件 所以相对来讲 那情绪是高的 所以我们受到的打击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16年有内政的问题 那时候抗争很多 公民团体全面的跟政府对抗 有一定的因素 可是相对于前面这两场 其实这一盘的 我认为两岸的因素 其实是相对低 而且低蠻多的 所以这就是显示了 国际局势跟社会氛围的变化 你看从16年开始挑战全球化 到2020年的时候 防卫心跟对抗的状况是比较高的 然后到2024的时候 大家开始稍微冷静下来有反思 因为你看到了战争的可怕 你看到了局势失控的不可测性 所以大家稍微冷静一点 所以这个其实它都会反映在 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展望未来 譬如说2028 会不会它慢慢的未来的过程 还是一个拔河的状态 就是一方面 因为你刚才一直提国际局势 可是现在大家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现在先不谈 美国的部分很令人绝望 因为本来大家觉得说 川普是一个不可预测的 很疯狂的人 那整个全世界的反中浪潮 也是随着川普 一些激烈的言论被搅起来的 可是拜登继任之后 他更去连结了反中包围圈 全面性的从经济 贸易科技文化 外交政治军事各方面 全力的打击中国大陆 那在这种情势底下 现在又是川普跟拜登 谁上来就您讲的 那个对抗的格局不一定会转变 除非说俄乌跟以哈 跟甚至伊朗的 会被引发整个中东大战 大家真的觉得吓到了说 哇 真的不行了 要按暂停键或者按stop键 那否则的话 这个就会一直在拔河 拔河的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说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要在 2028年順利的重返执政 我觉得内政的比重要增加 因为我讲嘛 就国际局势我们不可控 但国际局势决定了两岸这张牌 对我们来讲是加分 还是扣分 还是没有得分 没有加分 所以这件事情 要顺应国际局势做调整 比重上的调整 在攻防的比例上可以调整 我并没有讲说 国际局势不利的时候 你就要放弃这条路线 那像你是政党的 你的号召力是什么 你的公信力是什么 不见了 可是要针对情势上 来做攻防比重的调整 如果冲突的局势增加 我们就降低两岸权重 增加内政的权重 这样才有办法 既坚固的路线 又在选举中可以拓展选票 可是如果世界局势相对走向和平稳健 大家的局势降低的时候 我们这两岸沟通的优势就要被放大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听您侃侃而谈 您不只自己是做台面上的人物 你非常有策略观 你其实也很适合做政治操盘或者幕僚 那现在国民党的实际情势到底如何呢 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的立委进来了 你看朱立伦主席他做了一个所谓改革 就是他把黄复兴党部裁册说 要大量借助年轻人的力量 网络的力量 可是像你们这样表现出色的人 你真的有觉得你比较进入了国民党的决策内圈吗 那他们会常常来问一下年轻委员的意见吗 我觉得离这一段距离都 离这个理想中的状况还有一段路要走 因为我们刚刚有明姐有讲到川普跟拜登 川普的乱搞 单边主义自己搞自己的 拜登作为建制派 建制派的代表规矩或什么东西 可是建制派的缺点是什么 我一定要他要兼顾的面向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的反应一定比较慢 你要把美国从川普那时代那种 那种暴冲的情况拉回正轨啊 你是要缓步降稳 你看他虽然你刚刚讲他有做了围堵或者什么 做了动作持续的也是有顶住 有对抗的这个趋势 可是你可以发现他是缓步的在降稳 这就是一个建制政党要慢慢来 这些原因都没办法避免 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建制派的政党 所以这建制派政我们在讲改革啊 比如说你要年轻化 你要更灵活 你的党务要在改革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我主席下一个命令 哇大家全部一虎白银跟着做 大概很难 他说我要一步做 然后沟通沟通 然后往跨一小步 我再做一块一块 我肯定党中央改革最重要的是内造化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也就是说尤其是这几届 我们都没有中央执政权的情况之下 党务跟立法院距离要近 因为立法院就是变成 尤其是现在席次小有优势 等于是台湾政治的这个新闻中心 然后这是舆论中心等于在立法院 那党跟立法院距离越近 甚至是共同决策的时候 一定党的战力才可以充分的来做发挥 所以你对于 因为你们这次年轻这一波的人 进去的比例实在很高 人数也蛮多的 我看你们是不是比较年轻人 在国民党内部建了一个什么叫 K11连线的群组还是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那只是大家好朋友 这个一起的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你还是比较乐观 觉得说国民党会朝这个方向 给你们越来越多发言权 以及越来越尊重 大家看朱立伦主席在推这一波的党务改革 当然焦点 甚至话题性很强就是黄复兴 黄复兴的改革 但黄复兴相对的也确实人很老 但那个只是他整个计划里面的一环 真的我看我花比较多时间去研究 他怎么做内造化 他开始希望把立法院的几位干部 拉到党中央来一起做事 像燕秀姐现在是文章会的主委 请葛如君去主持KMT Studio 他其实就是一个 大家距离要近一点 但他也不会是一瞬间就大概 国民党的速度慢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要逐步的来前进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期待 你也要努力去争取党团干部的角色 党团干部这件事情 倒是提醒我一件事 我有跟我的选民承诺 原则上我这一届我不会接党团干部 整个一届都不接啊 为什么 这虽然对我的历练是有影响的 但是我能够打败郑立伦的关键 是因为郑立伦接了民进党干事长之后 他是他的小党编嘛 他一度有人说他也是要当 柯建民的接班人 等于他就被绑在立法院了 地方就照顾不来了 他完全跟地方就脱节 他不只是人跟地方 有的时候你要开会 没有办法跑地方行政事 大家可以理解的 可是你有沒有關注地方的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地方有需求的时候 你能不能照顾你的选民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他做了干事长之后 他必须为党私从 这是他的政治角色 我尊重他 所以选区立委去做干事长 那就很考验平衡感 我如何又贯彻党的纪律 党的方向 我要还能够跟选区做强连接 尤其是民进党 最后这段时间 基本上就是胡作非为 鸡蛋的问题 电价的问题 缺点的问题 所有的角色跟人民的期待 背道而驰的时候 你去做党团干部的时候 你跟人民的距离 完全相背的时候 那这个对地方的经营 就是很大的冲击 我就跟他 我那时候在选举策略的时候 我就跟他做鲜明的对照 我说我绝对不会去 为了党的意志 背叛人民的期待 我是第一届的新科立委 我可以我的时间够长 我可以历练 我可以多看 我可以多学 但是在站稳脚跟 也把大家照顾好之前 我不会貿然一些党团干部 这是我跟选民的承诺 嗯 大家看到了今天这个 牛旭庭委员啊 他可以看国际的大的政治局势 可是也可以完全的聚焦在 他对地方 他的选区所选出来的选民承诺 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 国民党的政治人才 值得期待 他今年才33岁 我们这个阶段呢 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还要持续的关注 牛许庭委员的第二个段落 我们待会来开箱有许庭 接下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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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